对我们的意识的同作去做这个分析 从这儿去尝试奠基知识,先初步 但是胡彩仪,其实我讲过, 他刚才未讲,可以提提,刚才才提,我说重重点 胡彩仪就是他当代哲学被组, 但是他本人,我所说的年代,还在主体性哲学的笼罩之下 他从事哲学活动,他用的术语, 他用的那些,从这些哲学书一定有的术语, 一定有套你的所谓哲学语言, 他的哲学语言基本上都是採字主体性哲学的, 所以他的subject,object的字他随便用, 胡彩仪的文本是很复杂的,并不是很纯一的, 因为他用了很多主体性哲学的工具, 但却要表示一些, 主体性哲学离开了,超脱了主体性哲学之外的疑理, 用主体战志学的语言去表达非主体战志学的意义, 但问题是我们站在一百几十年之后, 用黄仁宇的说法就是我们站在大历史, 我们有历史的境遇, 我们有了延传的发展,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定位, 但大师当时他当生在创造, 他就不像我们那麽清楚, 他自己都是在一堆东西之间逼迫前进,逼迫九泉, 胡彩宇的文本很复杂, 他用了一些主体战志学的语言去表达非主体战志学的意义, 同一个课题,他一生人也议实, 或同或不同的意思, 又用或同或不同的字去表达, 但他思想有发展, 以二十年之后, 发展二十年前错了, 你要纠正确认去, 这就很复杂的了,OK? 他刚开始基本上从这个是知识进度的, 但其实我们可以借用李天平先生的简单的说法, 他站在当代分析之后之下的语言观、思想观、 是这个知识观、真理观的说法, 但有时可以借镜的, 譬如当你一个命题,A是G, 那么知识论就是要判断这些知识, 他有什么条件, 如何获取这些知识,A是G, 但问题是,A是G要判断它是真还是假, 是否有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 首先他明白A和G和C的意思, 因为明白了意思才可以判断A是G是真还是假, 你不知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A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那么你都不知道A是G是说什么, 你就用黄女去判断它是真假, 然后你看看你的明示生记, 如你分析的思考方法都有, 他就用这个方法去讲, 这个当代哲学有比现代哲学再深一层, 古典之后,李先生讲这段话, 只要赞在当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立场, 古典之后,再探究What is X, 但要探究What is X, 是不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人的知识是否先认知了X, 如果人的知识认不到X, 那根本没办法去探究What is X, 所以这个是, 你找一个与你分析师的方法, 就有这一段, 古典的知识问题What is X, 是是ontological的, 但根本基本是apistemological的, X是否我们可认知的对象, ok, 但接着再来就是刚才的案发, 但这个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首先是你知道X的知识认识先, 你怎样知识认识都不知, 你都无法判断X的字, 但X这个是否可认知范围, 即是李先生这样讲, 我可以借镜一下, 其实胡彩宇是用了主体性形式论的语言, 但他就是蒙郎迫白九泉之间, 就表达了非主体性非知识论的语理, ok, 其实他自己做了做了, 发觉有一个更深的意思, 就是意义简明, Cinus of Kehoe, qualification of sense, 是者之事在于意义, 这个是暂时听着这些字, 先讲的在具体少论, 很难一步登天一次讲得很明白, 简式是者之事在于简明是者之事之意义, ok, 简单来说, 我们初步用刚才的简单讲法去理解先, ok, X是否可认知, 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X究竟有什么意思, 你明白, 胡彩宇就说, 好像从出发点就要奠基知识, 他都晚年都会这样讲, ok, 他实际做的东西, 就不是停留了, 是预定了X有意思, 还有有什么意思, 接着去判定它是否知识论, ok, 实际上他做的就是去展明X有什么意思, ok, 大致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连续学家宗旨, 那连续学家要做这个, 他出发点是知识电机, 要电机我们人类的知识, ok, 我现在会再讲讲具体的东西, 哪些是他的课题, 是怎样电机法, 但做的时候就慢慢展示一些意义, ok, 他要怎样做法, 怎样电机呢, 有两个, 有两个, 所以方法上, 或者有两个, 这个是叫做, 徒情, 希腊文, 不许多得, ok, 路径徒情, ok, 首先是无前判断, for octaslos unprojudiced, ok, 我用德文的译记, 我不是用英文的译记, 我用电机知识的话, 就原来他用一些未加电机的知识去电机知识, 我用这些东西电机的知识, 那没有东西自己都要去清楚明白, ok, 如果有展明意义, 那当然也不能用一些未加展明的意义去去展明, ok, 所以这个叫做无前判断, 或者无前判断, ok, 就是说我用的东西一定是清楚明白的, ok, 第二点就是描述性, 这个是后华哈利奇再发挥的, 很常见到他的用紙就有些价钱不清, 他就将这个descriptive, descriptive, 和eclarent, explanatory, 对样的, eclarent, 它就站在现代思想的想法, eclarent explanation解释解明, 解明是什麽呢, 就是解明的实言因, ok, 给你两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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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解释它解释它们的, 所谓解释它就是解释因果的关系, ok, 这个是否那个原因, 这个是结果, ok, 原因是结果是怎样的, 这个原因是怎样产生结果, ok, 但是呢, 比如我们用梦来, 用梦来, 用梦来作为止, 众所周知, 佛洛伊德, 他这个奠定的奠定性的作品,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解梦这种书, 我们回去做梦的识意, 就是这样的, ok, 其实呢, 那是不是解释了, 但是后来呢, 你有没有, 除了佛洛伊德, 没有读过那些梦的东西, 是吧, 他有另一个解法, 但其实我想它两个人的解法有些不同, 佛洛伊德的解法是怎样的解法呢, 比如说, 你怎样解释一些, 我通常日常语言不是很隆途总角, 是吧, 你怎样解释会发梦呢, 因为是这样, 因为是这样, 因为有这个恋父, 这个是恋母的呈结, 所以这些是, 你现在的生活裡面, 有些被挨抑了的东西是无法宣誓的, 就是在梦境裡面, 借着这些形象, 所以你发了一个这样的梦, 可以吗, 它又叫做简梦, 但我想起它这个所谓解释是什麽意思呢, 它其实是否解释, 现在有一件事发生了, 就是你发了一个如此如此类的梦, 是吧, 接着它所谓解释的意思是什麽呢, 就是你为什麽会发生这些梦呢, 是吧, 有什麽原因突然发生这些梦呢, 是吧, 是吧, 这种又叫解释, 我又诚语言不清楚, 我说Yung那种是怎麽解释的, 它说这个梦裡面有些什麽形象, 有些archetype, 有些圆形, 这个梦有这个圆形, 这个圆形, 这个圆形有些什麽配搭, 代表你的梦有什麽意义, 有什麽意思, 所以你两个都说解释梦大, 其实是在做不同的事, 一个是因果说明, 说明已经有一个fact出现了, 这个fact是否有些previous facts 去导致它出现的, 是吧, 你这个情况下, 这个现在当然是fact, 但我现在不执着, 不是作为fact, 而是它是有意义的, 这些东西, 但这些意义是什麽意义呢, 对不对, 那样拥有些archetype, 那些archetype的转变来, 显示出, 你这麽梦的意思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们常生活 是讲解释, 我们不准讲的, 其实我从这个例子看到, 有两个意思, 是这样的, 那这样, 如果是实言因, 一个是比较特别的, 另外一个是比较普通的,